太极拳 太极不长进层次的是太极推手 但太极推手只是修炼太极功夫的一个阶段 并非它的终极目标 由太极推手到太极散手 是托规矩灵活运用太极十三式的表现 也是太极功夫的最高表现形式 任何门派任何权种的最高表现形式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敢于与练过其他门派权种的人相较量 相抗衡 陈氏太极拳传人 陈长兴宗师的德意门徒杨露禅 经过十八年的研修 打遍当时的天下名手 号称杨武决 这是太极散手最好的例证 如果练太极的人以精良分体重 或说不能与未练过太极拳的人交手 那都是自欺欺人 忌击 交手 实战 实用 这是中华武术的灵魂 无论武术中的哪个门派 哪个权种 如果丢掉忌击 致他养生 必将走上衰落与死亡 感手在太极拳中 是推手与大脱的延伸 沾沾连随 舍己从人 无论一朝一世 均有话引发 疏疏自然 全以妖狗为主 而无硬施强行等工作 本片由陈氏太极拳 第十二代正宗传人 陈二虎示范表演 陈二虎别名陈镇 1975年12月生 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 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正宗传人 国家一级裁判 省一级拳师 江西省干东北 气功武术学校特聘总教练 广东省江门市太极拳联谊会 特聘总教练 中国陈家沟太极拳推广中心主教练 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 特约顾问编委 交作是公安局太极拳协会 特聘总教练 自幼在陈家沟太极拳学校习武 后随陈苏英习练陈氏太极拳 1992年拜太极大师王熙安为师 学习陈氏太极拳 新老架一二路 太极刀枪等细节 系统地掌握了太极拳理论 与太极内功 擅长太极散手 1997年参加第一届中国陈家沟太极拳几条赛 获男子太极交手擂台赛65公斤级冠军 童年和历年分别获河南省太极拳剑推手赛 80公斤级冠冠军 1996年1997年 蝉联两届省武鞋杯推手赛75公斤级推手冠军 19961998年 蝉联两届中国陈家沟国际太极拳锦标赛75公斤级交手擂台赛冠军 又分别获得城市太极拳剑冠军 1997年参加湖北省单刀会 九七香港回归邀请赛 获得太极推手重量级冠军 1998年参加省太极拳剑推手赛 获80公斤级推手冠军 四项全能冠军 同年十月 在哈尔滨参加全国武术锦标赛 获太极推手80公斤级冠军 1999年参加省太极拳剑推手赛 分别获男子传统拳和国家规定城市 五十六市太极拳冠军 1997年开始带队参加省市国际太极拳比赛 学生至今共获得太极推手及拳械军 伊登甲共计一百二十七次 陈二虎的试剑被收编入 中国武术家大词典 世界优秀人才大词典 中国当代武术家词典 陈氏太极全治等书 美国电视台 韩国汉城电视台 河南日报 焦作日报 时代青年杂志社等 多家新闻单位做个专访 现任温县太极武术馆学校校长兼总教练 河南日报 下面开始讲解这个 示范太极散手擒拿 这个基本功 单式的训练方法 第一步先讲这个 腿法 太极散手的腿法呢 有这个内挂 这个内挂的方法就是 一个就是 用右腿的时候掀开左部 然后移重心 然后再起腿 内挂 内挂的时候呢 挂这个对方的 踏关节 踏关节 左部和右部呢 这个动作要领是一样的 用左部的时候 开右部 移重心 然后提左脚 向内侧 踏关节挂去 一般这个 对方要是 右腿在前时候 你应该就是 用左腿 挂住对方的 踏关节 那么 就是先 上右部 然后呢 这个手呢 要配合这个脚 全身要协调 用力呢 上下要合在一起 就是不管你 抓住对方的肩 或者抓住 对方的手臂 然后用力挂的时候呢 这个脚呢 不要提得太高 就从这个地方过去 挂住对方的 踏关节 这时候 脚呢 向内侧用力 这个手呢 就向外侧用力 这样就可以把 对方挂倒 要是对方 左部在前的时候 左部在前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 先上左部 然后 重心移到左腿 这个手还是一样 要领合 右腿的一样 这个呢 就是用右腿 挂住对方 还是不要离地 就是直接 速度要快 要猛 要整 上下呢 要合在一起 这样挂 在平时 训练的时候 就是自己 练习这个 单式的方法的时候 左右都可以开始 开始的时候 就是先开左部 然后 移重心的同时 起脚 手向外 移 然后呢 开右部 移重心 起左脚 二 第二种腿法呢 是 外挂 向外侧 打腿 外挂 打腿的方法呢 就是 在打的时候 还是要 上下 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打腿的方法呢 就是 没有 垫步 就是 或者垫步的时候 出右脚 移重心 上左腿 但是左腿走的时候呢 要走弧线 先向内收腿 然后 这个脚呢 向外 不要离地 这样向外发力 手呢 向内侧 在左面呢 就是 左脚向外 双手呢 双手呢 向内 这个右腿的 用法呢 就是 开左部 然后 移重心 这个腿呢 还是走内侧 然后脚 向外 搓 手 向内 用力 对方 右腿 在前的时候 要 先 上右部 然后 这个手呢 要 抓住 对方 或者你用右手 一个手 抓住 对方 双手都可以 然后 然后腿 走内侧 在做的时候 打腿的时候 腿向外 用力 手呢 向 内 翻转 要同时走 在走的时候呢 你看 一 二 三 左部 在前的时候 然后呢 就先 上左部 然后 抓住 右腿走 内侧 然后 同时 发力 你看 上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部 七 在做这个时候呢 推步也可以 做的时候 你看 一 二 三 现在 现在 再做一个就是 膝盖的 用法 膝盖的用法呢 是讲这个 礼盒的动作 礼盒的动作呢 就是 开步 开步的时候呢 这个脚呢 不离地 不像这个外挂一样 脚要抬起来 这个膝盖礼盒 就是原地 不动的时候 还是 主要用盒 上身的配合 然后 膝盖呢 向礼 合住 手呢 向外 摆出来 左腿呢 一样 开步 然后 膝盖呢 稍微地向外 摆一点 然后 在用力的时候 向内 合 只要一点点 就可以 在对方 上右部的时候 然后 在这个手 抓住 对方的手臂 然后 上部呢 先上左部 这个部呢 要直接上去 上去以后呢 这个膝盖 要 扣住对方 这个 左腿 后侧 腿弯处 然后 在做的时候呢 做的时候呢 这个手臂呢 就 向后 就不行 所以说 要向 侧面 侧面的时候呢 膝盖向里 用力 用力 这个手臂呢 向 外旋转 这个就是在 坐的时候呢 这个腿 放的位置 卡的位置 要准 手 上下 上下 合脚 用的力呢 要均匀 然后上部 坐的时候呢 左腿在前的时候呢 脚 上 右部 上右部呢 你不能 腿放在 他的膝盖前面 这样就不行 所以 必须 要放在 膝盖内侧 管住这里 手呢 这个手呢 要向自己 身体 后侧面 用力 这个腿呢 直接 向内 打 就可以了 这个手臂 用力 上下 要整 这样做的时候 啪 现在呢 把这个 膝盖 这个动作 示范一下 推 合 下面要 讲的是 这个 外摆 膝盖外摆的动作 膝盖外摆的动作呢 这个用力呢 他这个脚 走的 还是 走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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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这个 力呢 向外发力 向外发力 的时候呢 这个发力呢 是 膝盖关节 向外发力 左右呢 一样 上步 然后 向外 摆 对方 右腿在前的时候 右腿在前的时候呢 要先 上右部 这个上右部呢 你不能向他 向这个前方上右部 所以上右部呢 要 走 弧形 然后 移重心 上 左腿 要插 插入这个 对方的 内侧 这个膝盖呢 要挡 对方的 膝盖 上侧一点 要打 对方的大腿 用力的时候呢 现在这个膝盖 向外打 这个双手 用力的时候呢 向内旋转 不是说 这样向外 推 所以说 在做这个时候呢 要做这个 螺旋 这种力才行 在发力的时候呢 要同时 要忙 左膝盖 左膝在前 左腿在前的时候呢 和右腿在前 一样 但是 身体的部位换了 现在又是 右腿 要 上左部 提右腿 然后 踢住对方 腿的右侧 双手 发力的时候 和这个 左边的 要领是一样的 然后 发力 现在把这个腿的 腿的动作 演练一遍 一 二 三 四 下面再讲一个 这个还是 礼盒 外白 但是这次 做的时候呢 这个脚 是 离地做的 所以说 在做这个时候呢 前面还要 有个 须部 先 上左部 然后 以重心 里面 用右腿和 用右腿和左腿 这个方法相同 然后这个 路线呢 相似 开 右部 一重心 然后腿呢 要 要 要由外向内 向内勾缠 大家看这样 要是 右腿在前的时候呢 应该 先上 先上右腿 先上右部 用左腿 以后这个腿呢 由外向内 在做的时候呢 上步 白腿 手 要同时一起走 你看 一 二 左腿在前的时候呢 就先上 左腿 你看上左腿 一 二 二提腿的时候呢 现在走的 不是内侧 所以走过来 要身体 向内走 这个腿呢 要 无形中 向外走 这样 勾缠 勾缠的时候呢 这个力呢 也可以 下压 也可以 后旋 做的时候 你看 上步 抓 现在把这个 实际训练方法 做一次 还是用腿 但是这个呢 是外摆 外摆就是 还是要 开步 移重心 移重心 现在呢 这个腿 要走内侧 只要一开步 就要随腿 然后腿 向内侧 画圆 左腿呢 和右腿一样 走左腿的时候 要开左部 跟左腿走内侧 然后由内向外 画圆 对方 右腿在前的时候呢 自己呢 要用左腿 但是 用左腿的时候呢 不能冲着对方 正面去 要走侧面 然后 走侧面呢 要找到对方的力点 向他这个 重心 去发力 先 向对方 后方去 外侧去跨步 然后呢 抓住对方 腿走内侧 然后向内侧勾 发力的时候 你看 向重心 发力 走的时候 你看 要上步 勾推 要是 找不到对方的力点呢 做这个动作呢 起不到 相应的作用 你要是 冲着对方 这个 受力的地方 不受力的地方 去 做 那就不行了 所以你看 冲着对方 前方去 走那侧 你要向后打的时候 对方后腿还在支撑 所以说呢 要 找到对方 这个弱点 收力的地方 然后上步 做 现在做一次快的动作 看上步 走 对方 左腿上前的时候 和那个动作 前面 上一个动作一样 但是 动作呢 路线的相反 上步的时候 你看 先上 左步 左步走的时候呢 你看 脚不能这样去跨步 所以在 在做的时候呢 跨步的时候呢 你看腿 走内侧 跨 然后呢 走内侧 勾摆 然后呢 向它的中线 发力 要这样做 还是在做的时候 你要是 判断 正确不了 对方的力点在哪里 直接这样进步 也不行 所以在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找到对方的力点 然后 上步 走 倒 现在呢 实际 演练一遍 一 二 三 下面讲这个呢 还是腿法 腿法呢 这个腿法呢 是内踹 内踹的时候呢 这个是 低踹腿 低踹腿 做的时候呢 要 还是要 上步 提腿 这个腿踹呢 要向内侧 这样踹去 左右一样 要踹左腿的时候 也是上步 踹 这个 做的时候呢 对方右腿在前的时候呢 要 上 左部 用右腿踹 上左部的时候呢 就是 要 还是要 走自己身体的外侧 向外 稍微走一点 但是不能走得太快 要是脉的步 大 这个腿就踹不到对方 用不上力 所以说 在上步的时候 也就是稍微 向上 向外 走一点 然后 这个呢 抓住对方 也可以 不抓住对方 也可以发力 要是抓住对方 然后 踹的时候呢 要朝他膝盖内侧踹 必须找到这个力点 然后在这里受力 所以说 在做的时候呢 你看 做 踹 对方 左腿在前的时候 自己 要 牵上右部 上左腿 这样踹 但是这两个脚 就是方向不对了 这个脚的前后距离 把握不好也不行 你上步 这个前后的距离 离得太远 这样还是不行 所以说 这个尺度 自己要一定 把握好 在 上步的时候 你看 上步 然后走 踹 现在把这个 就是 要是不 不抓住对方 做的时候 也可以 上步的时候 你看 上步 踹 现在呢 我把这个动作 演示一次 用右腿呢 上步 踹 上右腿 踹 左腿 踹 右腿 这个动作呢 讲的是 外踹 外踹呢 就是这个腿 由身体内侧 向外发力 向外发力的时候呢 这个和那一踹的 就不一样 这个呢 步子要 步子要大 距离 要拉长 上步呢 要 大一点 然后 收腿 向外 踹 踹 踹左腿呢 也是 上右部 然后 踹 腿呢 直接 踹出去 这个外踹呢 对方 右腿在前的时候呢 用自己的右腿 踹对方 踹对方的时候呢 就是要 就是要先上左部 上左部呢 这个小步就不行 小步呢 你踹 自己这个腿 用不上力 所以呢 这个要大步去踹 踹的时候呢 你看 一 踹 二 踢腿 三 这样踹 这个力呢 是向自己侧后发 踹出去 速度呢 要快 力点呢 要准 踹的时候 你看 一 二 左腿在前的时候呢 要用 左腿 踹对方的左腿 上步 还是要 要大 基本上呢 和对方平行 在一条线上 上步 踢腿 踹 踹呢 要再小心用力 不能脚尖 不能脚后跟 这样呢 脚容易拖出去 这样拖出去 对方呢 受不上力 所以说 在踹的时候 这个脚 一定要把握力度 把握住 你看 一 二 现在呢 把这个实际演练 做一次 看 一 二 三 四 五 下一个动作呢 是 直踹 直踹呢 这个踹呢 是 是 低踹 低踹呢 就是踹在 对方 膝盖的部位 直踹呢 就是 对方 在 平步的时候 用这个 直踹呢 最好 做的时候呢 要看准 上步呢 正前方 外侧呢 一点点 然后 上步 提腿 直踹呢 这样 发力 左腿呢 和 右腿一样 然后 上步 提腿 踹 要是 对方 平步的时候呢 坐的时候 要向对方 中线 坐起 你看 开左部 上 左部 上 基本上 中线相对 然后 提腿 踹 直接踹住 对方膝盖 然后呢 伸直 这样 他就容易倒地 坐的时候呢 力要整 这个手呢 向身体 贴近身体 的地方 带力 腿呢 向身体 前方 发力 这个呢 两个力 呈合力 你看 一 二 左腿呢 踹 用左腿的时候呢 踹对方的 右腿 在坐的时候 也是 宫中线 上步 然后 提腿 踢腿的时候 你不能踹 他的膝盖下面 要踹 他的膝盖 上 偏上步 在踹的时候 把这个腿要 蹬直 这个手呢 可以下压 然后坐的时候 你看 一 二 三 对方 公布的时候呢 也可以踹 但是踹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 这样 公布 你就不能这样 直踹 这样直踹 都不行 你要直踹的话 对方就立即上起 容易蹬滑 要稍微 偏内侧一点 这个呢 脚 要 向 自己的 右方走 然后 然后上 步 这样踹 所以说 踹的时候 你一定 抓住对方 上步 两肩 也可 控制对方 上步 做的时候 你看 一 二 三 对方 对方 左腿 在前的时候呢 就上右步 一 二 上右步 然后直踹 把他的腿 称直 一 二 这个正踹呢 这个脚呢 也可以 向内勾 也可以向外 摆 但是他用的力呢 都是直力 就这个脚呢 要根据对方 这个腿 所站的地方 要根据自己上步 你看 要是 向外 上步呢 这个脚呢 脚尖就要 向外 要是向内侧 上步呢 踹他的右腿 上步 要这样 脚尖 向内勾 要是这个左腿 踹对方的 左腿的时候 这个脚呢 就应该向外摆 上步 白脚 应该这样踹 不能这样踹 所以说 两个腿 所以说两个腿 做的时候 可以内勾 也可外摆 这样踹 但是力呢 就是直力踹 直踹 看 一 二 三 四 下面 再讲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还是直踹 刚才我们讲完这个 低踹 这个呢 是高踹腿 直踹 高踹腿的时候呢 就是 还是这个步呢 上对方中线 然后 起腿 踹的时候呢 向身体正前方 要这样踹出去 左右腿呢 一样 踹左腿的时候 上右部 提膝 踹 这个在做这个 高踹腿的时候呢 也是对方 在马步的时候 最好 这样呢 出力的时候呢 直接一推 要是对方 双方 正面 交手的时候 要是踹 右腿的时候 你看 要 上 左部 身体中线呢 相对 发力呢 要在自己的 对方的胸口 这个力呢 要在这里发 踹的时候 你看 提膝 踹 要踹到对方这里 你要是太下 太下的话 不行 对方这个 上下呢 一合 这个力呢 就没了 必须要么踹在对方的 上面 要么踹在对方的下面 好 现在把左腿 演练一次 然后你看 上步 提 蹬 在做的时候呢 还是这个 要把握好这个距离 不能太远 太远你看 蹬不到对方 自己呢 反而会失重 所以说呢 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 在上步的时候 你看 一 二 正好用力的时候 三 发力 做这个踹腿的时候呢 攻步也可以 在攻步的时候呢 但是自己要调整自己的位置 找对方的力点 这样直踹呢 他这个腿呢 有支撑力 所以呢 要调整这个步法 调整这个步法的同时 你看 要 还是要走弧形 螺旋 出去 向右侧上步 然后起左腿 这样踹 走的时候呢 要连贯 你看 一 二 对方 左部在前的时候呢 要用右腿踹对方 右腿踹对方的时候呢 左部呢 要走弧形 向外走 你看 一 找到对方的中线 二 调整好位置 三 起脚 你看 坐的时候呢 要有个垫步 这个步在前呢 所以说 要是他左腿在前 右腿要在前 然后这样 垫一小步 上右步 然后这样踹 现在呢 做的呢 还是踹腿 但是这个踹腿做的是 侧踹 侧踹呢 就是身体 向左右腿的时候 身体向左转 然后起右腿 侧踹腿 做左腿的时候呢 身体向右转 提左腿 踹出来 当对方这个右腿在前的时候呢 做这个踹腿的时候呢 你可用左腿 也可用右腿 也可用右腿 不同的方向呢 都可以做 在做的时候呢 用左腿的时候呢 你看 向右外侧 跨步 然后呢 腿 由这儿提起 然后踹出 踹呢 要踹对方这个 跨关节 对 要找到这个力点 然后向外 踹出去 这个力呢 再小心 力要快 要稳 你看 上步 走 刚才做的是 左腿 要让右腿的话呢 踹的时候呢 对方 对力的时候 左部 要 走 弧形 旋转 在踢腿的时候呢 起步 然后踢腿 踹 这样也可以 或者呢 就是 踹对方的外侧呢 也可以 在做的时候呢 你看 双方身体对立 做的时候呢 这个左腿呢 就像外侧 你看 踹上步 然后 起脚 踹 踹呢 踹 对方这个 臀部 与胯部 这个 这个地方 在做的时候呢 速度要快 对方 对立 起的时候呢 右腿在前 做的时候 你看 一小步 一小步 一个跨步 走 对方 左腿在前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 先踹 内侧的时候呢 和刚才 踹 右腿的时候一样 现在踹 现在踹对方 左腿的时候 现在踹对方左腿的时候 这个步呢 上 左上方 胯部 提脚 然后踹 还是踹对方这个 垮关节内侧 做的时候呢 你看 一 二 三 然后用左腿 踹他的左腿的时候 就是走右部 你看 右部向外胯 起脚 蹬他的胯部外侧 这样发力 然后你看在做的时候 要 一 二 三 这样踹 要是踹 踹在左腿 用右腿踹的时候呢 这个你看 要做的时候 你看 一 就是在移动的时候 二 三 四 要 踹在他的外侧 所以就是 两个人在交手的时候 做的时候 你看这个步 一 二 三 现在呢 把实际这个 练习方法 做一次 你看 走的时候 上步 提 一 上步 起 二 这个是直线的用脚 不行的呢 你看 一 二 三 四 三 一 一 是 一 三 一 二 三 下面讲解掌的用法 掌分单掌和双掌 但是有不同角度的练习 先讲解单掌的动作 做右掌可以上左部 上左部推右掌 然后做左掌 掌上右部推左掌 掌在发力的时候 要随着身体和腰的转动 把力放在掌根上 下面把单掌用法实际做一次 单掌的实际用法 假如说对方一个拳直拳打过来 这个手可以荡过去 然后这个掌你看发育腰间 可以打对方的胸部 也可以打对方的面部 或对方的头部 这样都可以 所以这个掌呢 就是根据自己当时的情况 然后去决定自己要打的位置 现在呢把这个单掌呢 演练一遍 对方你看这个拳出来的时候 速度要快 要猛 不能挡 要盯准对方 然后你看 挡上 啪 这样打出去 这个呢是右手的单手练习方法 左手的单手练习方法呢 和右手一样 但路线呢 相反 对方 左手出来的时候 也是你看 隔挡 下压 然后起掌 这个掌呢 不要直接推出 起的时候指尖是在下 推的时候呢 要螺旋 这样旋转出去 这样呢 威力会更大一点 力量呢 会更重一点 再说这个 左掌的时候呢 这个把位要准 发力要猛 要快 要整 对方拳出来以后 你看 上部拨挡 然后在 打掌的时候呢 这个手呢 向下 压对方的手臂 压 打 再一个是 正面 单掌 这个击打对方 然后呢 这个单掌呢 也可侧面击打对方 侧面击打对方呢 就是对方拳 要过来的时候 拳要过来的时候呢 刚才是由内向外 隔挡 现在呢 是 用左手 你看 向内 隔挡 对方 然后呢 起掌 起的时候呢 可以 打对方的 肋骨 然后这个手臂呢 向下压 向内旋 然后打对方的肋骨 这个速度呢 还要快 要点呢 一样 你看 走 右侧呢 和左侧一样 但是呢 现在做的是 左掌 打对方 做的时候呢 你看 要求要快 一上步隔挡 下压 起掌 然后打 下面呢 讲这个 还是单手掌 这个单手掌呢 是单手 切掌 切呢 就是下沉的意思 向下切 或者斜向下切 切掌呢 切掌呢 还是用右手的时候上左部 然后下切 用左手的时候上右部 然后下切 也可以呢 就是用左手左部再下切 用右手右部在前切 它的用法呢 有很多种 下面呢 把实际这个演练 讲一遍 这个切掌呢 它就是 根据对方 出手 看它出的是左手呢 还是右手呢 假如对方 左手打过来 左手打过来呢 然后你就可以 左手向外 隔挡 先上右部 然后由右掌 向下 切 这样可以把对方 切倒在地 这个呢 是顺步切 对方 左手过来 然后接手 旋转切掌 现在呢 做这个 假如对方 右手 右手 从你过来 右手 攻击过来呢 就是用右手 接 对方的 右手 先向身后 侧带 然后 起左掌 由上 向 下 切 切对方的 肩部 也可以 切对方的 肘部 肘部 也可以 所以这个掌 可以 有这个 多种用法 就是根据自己 在和对方 交手的时候 根据不同的动作 用 不同的切掌 切在 不同的位置 现在呢 把这个 右手 对方 右拳 打过来 左手 接住 你看 先 接手 啪 刚才讲的是呢 是这个 顺步的 切掌 现在呢 讲这个 交叉步的 切掌 就是左 左部在前 右切掌 右部在前呢 左切掌 一般常用的呢 就是这 两种 切掌 假如说对方 右拳 过来 直拳 或者摆拳 都可以 假如说 对方的拳 过来 对 还是要 向外 格挡 左手 向外 格挡 然后 上 左 步 然后 这个手呢 从身体 侧面起来 可以切 对方的 颈部 这个手呢 向内合 所以说 这个 勾身呢 要配合在一起 这样切 他更有力 现在呢 把这个 右手切掌的时候 实际做一次 假如说 对方 右拳过 过来 挡 上步 切 对方 要是 左不在前 左拳过来呢 自己也是 这个方法 你看 上右部 格挡 然后 起锁手 切对方 右侧 进步 这个速度 速度呢 还是要快 对方 拳 过来 打 切 现在 把这个实际 演练方法 做一次 你看 切掌 一 二 三 四 现在呢 做顺步的切掌 你看 一 二 三 下面呢 讲这个 还是单手掌 这个单手掌呢 是单手撩掌 单手撩掌呢 它可以 就是 顺步 单手 由下 向 上 撩掌 左手 左手 右手呢 都可以 顺步 由下 向上 撩掌 下面呢 把这个实际演练 做一次 这个单手撩掌呢 也是根据两个人 在交手的时候 根据对方的步法 和这个 身体 所处的位置 这个单手撩掌呢 单手撩掌呢 顺步的 单手撩掌呢 假如说对方 右部 在前面 可以呢 就是不用控制 对方身体的任何部位 就是可以 直接 上右部 然后直接撩打 对方的 颈部 这是 单手撩掌的方法 但是撩掌 就是不控制 对方身体的部位的时候 直接撩掌的时候呢 这个速度呢 要快 撩的呢 要准 然后呢 这样呢 就可以把对方打倒 在撩撩掌的时候 假如说 就是 你扣住对方 任何部位 这个撩掌 要快 要准 这样叫做快打 这是一种撩击的方法 还有一种撩击的方法 就是 假如说 两个人在 对打过程当中 假如说 对方的拳 又拳过来了 然后呢 你就还可以 先拨拳 下压 然后上步 测打 这也是一种撩击的方法 这种撩击的方法呢 威力比 不控制 对方身体部位 撩击的 威力会更大 但是这种 这些撩击的方法呢 都是在对方 根据对方 两个人在交手 实战当中 这个 看怎么去用 假如说 对方出拳过来了 过来走 啪 这样直接 可以撩击住对方 这是右手的撩击方法 假如说 对方左部在前 左部在前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这个右手撩击对方 直接撩击对方的进步呢 就是撩击对方的咽喉部位 这样一来可以 但是速度也要快 撩击的时候要准 动作 啪 撩击要这样 假如说对方 左部在前的时候呢 用左掌撩击对方 要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呢 要中正 这个步法呢 要稳 上步的时候 要注意 上步要到位 这个 两个人的距离呢 要把握得非常好 然后 这样撩击 让自己就是 发出最大的力 撩击到 对方的进步 撩击上步 撩击这样撩击 假如说对方 左拳打过来的时候 左拳打过来的时候 你看在控制对方的时候 然后撩击 下压 撩击 你不能就是 去向外做 对方拳打过来了 你这样一挡 这样撩击 就撩击到这里了 所以说在撩击时 两个手同时打 你看 压撩 这个要同时做 这个 对方呢 左拳过来 走 啪 这样出去 这也是一种 撩击的方法 另一种撩击的方法呢 假如说 假如说对方右部在前 然后对方或者左直拳 左摆拳 过来的时候 要你看控制手 然后开始顺步 上左部 然后撩击对方 这个页下 做的时候呢 要快 你看对方先过来 然后啪 这样出去 发力呢 要快 要猛 要准 左右呢 是一样 对方要是 左部在前 出右手 打你的时候 然后你就 接手 上步 撩击 但是这个粒呢 这个粒呢 就是架粒 架着它 这个粒呢 是 主要粒 所以说 要把这个粒撑圆 然后对方 全过来 接手 撩击 撩击 你看 上步 下面呢 还是讲这个 讲这个 掌法 还是单手掌 单手掌呢 不过这 这次讲的是 双手一起做 单手 这个 架打 单手机掌 这个架打 单手机掌呢 就是 两个人 在这个 搏斗当中 做的时候呢 就是 一个就是 对方 全过来 这个架打的意思呢 就是 控制 对方的力源 不要贴向自己 然后架起来 随着 跟着后手 出击 推掌 左右手呢 一样 用左手的时候呢 右手架打 左手向前 推出去 这是 单手 架打对方 下面呢 把这个 实际操作 演练一下 假如说 对方的 又不在 钱呢 然后 或者对方 用杂拳啊 直接摆 钱都可以 对方的拳 过来以后 然后 自己呢 先 架 架起来 然后在 对方 这个 左手 没有 发出来 之前 自己要 先发起来 先用力 然后 击打 对方 这个掌呢 和单手 出掌式 也有相同之处 就是 这个掌呢 也可以击打 胸部 面部 喉部 腹部 这个都可以 下面呢 把这个 连贯动作 做一次 对方 拳过来 过来的时候呢 左部 要上左部 你看 上左部 啪 现在的对方 左脚左部 在前 拿左拳 击打 你身体的时候呢 就是用右手 把对方这个 拳架起来 然后呢 起左掌 旋转 击打对方 过来以后 你看 一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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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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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